王女士是做医美的 她提供一张收据 报读课程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考试预付定金500块 落款单位是杭州千态文化有限公司 她说自己并没有去过这家机构 而是通过朋友介绍 与一位女士交易的对方也姓王 她还向对方支付了3000报名费 总共是3500块钱 通过我一个同事 他拽取他的 他也考了好多职呈 也是快行业的 可能就这几个提升 为什么考这个 因为当时我同事也跟我说 这个技能很好 然后把他微信推给我了 我没有见过面 他跟我说高级技能 然后可以积分落户 申请工作房 还有房补之类的 这家机构位于杭州临平区 新桥北路C新空间三号楼 王女士说 采访前她还和机构负责人聊过 原先对方要扣280块钱 报名费 但等记者赶到时 这家机构已经大门紧闭上了锁 机构的墙上还贴着 国家高级技能证书 证书用途 小孩上学 积分落户 公租房补贴 办理人才居住证 可以领公租房补贴 还可以领考证补贴 这个两句话我是说过的 因为积分的话 只有杭州的证书是可以积分的 这句话我也一直说过的 所以这是外层的证书是不能积分的 王女士说 等她交完前 对方就发给她五套试题 让她准备考试 并没有先提供线下课程 原本定的是3月21号考试 后来说推迟到4月17号 再后来又说要5月份 因为时间一直不确定 这让王女士感觉到不靠谱了 想退费 这个前业务员提供了转账凭证 显示他转给机构1500块钱 说这是业务提成 从这家机构的宣传海报和店内陈设看 基本都是书法 美术等传统文化课程为主 甚至还有全脑开发课程 唯独没有职业技能考试的相关说明 海报上有负责人汪老师的联系方式 电话中汪老师表示 他外出办事去了 我们有资讯职责 有教育资讯 我们有教育资讯 教育资讯职责可以再报名 这些都可以 但我们从来不给训这些东西 我们只有这个青少年儿童 这些都可以做的 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 这个是属于能设计的证 就是属于国家的证 国家证它要 要那个 要统一时间的嘛 那么 因为我们可能考场 安排不过来 还是什么原因 然后它那边 就是 我这里也报了进华 好多报到进华去 都一直都没考 然后进华说五月初考 五月初考 他可能跟那个 就是 家庭教育指导师 是一项职业技能 记者从 金华市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发布的一份 金华市区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目录里 找到了一家 当地的培训机构 对方表示 该课程的考试 统一在每年五月份 和十一月份 其余时间 要看具体报考人数 在另行组织 那么 这个资格证 有多少含金量呢 家庭教育指导师 一个小时 一千五的一个 级品费的 如果说它这个 学的好的话 一千五一个小时 级品费的 很厉害的 那你们也没有 你想去说这个主意啊 关键没有线下课程 我学不到的东西啊 这个试题有什么作用 先试题 还有 这些考前 还有分布职业 然后 后期现在还有商榮 商榮 金华那边老师过来 是吧 这个试题是帮助家庭 照顾社会的一个课程 现在的小孩 都是跟你说 赞助力不好啊 玩游戏啊 不听话 好的好的 汪老师 那就是我 我先挂了 加上你微信啊 你通过一下 最后 汪老师没有扣 所谓的报名费 给王女士 做了全额退款 邀包 黄剑 记者报道